腳療會舒服嗎 以長褲遮眼左腳腳踝鼓起的電子腳療 台北市議員陳重文走進台北地月 表情凝重不乏一語 如今已經全然退去 昔日三連霸議員光環 疫情期間陳重文戴好護目鏡手套 自掏腰包請清潔公司深入零理清銷 營造熱心公益形象 8號陳重文因為土力台制光案 交保後開庭 他拿出厚厚一疊過去做公益的記錄 宣稱他時常拿出一半月收入 大約六萬元來自駐蔡農腦麻協會 希望法官能從輕量刑 不過陳重文依然不認貪污土力等重罪 只承認了資本不實等輕罪 檢察官也持續拿出證據 今天要釐清什麼部分呢 檢察官調出通點記錄 陳重文在一百一十二年四月 傳訊息給監視器業者康麗祺 要他隔天過來介紹台制光高層給他 在這之後台制光就與康麗祺 和陳重文一起開的麗祺雲端有了合作 疑似從中獲利三百二十一萬元 司法破壞政治追殺 陳重文交保護依然行使他議員職權 進到台北市議會簽到 但帶著電子腳樓的議員 怎麼聽都覺得有些違和 彈利新聞陳接會和孟哲台北采訪報導